夏儿们实在抱歉 由于最近工作繁忙 真的是想让身体休息一下 所以视频更新确实就耽搁了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新岛 奥家艺术独家村 其实叫上一期的马蒂夫斯斯林岛 开业还要早一些 只是他有两个方形一直没有修好 我想等他完全开以后再讲 谁知道他现在已经开始卖了 毕竟他的水屋有时下流行的滑滑梯 就是一架全包 还顶着一个艺术的帽子 想了解他的粉丝还是不少的 所以这个新岛自身条件究竟如何 又有哪些亮点呢 我们今天就继续纸上谈兵 抢先了解一下吧 我乐依然会从这几个方面 来为大家注意分析 正是开始前 还是希望大家能动着手指 先帮我领个赞 以鼓劝我持续度于大家带来 更多有价值内容的视频 奥家艺术独家村 是一个由马尔来夫 本土艺术团队推动的酒店 旨在为当地艺术家和工匠 提供一个平台 诉说并演绎马尔来夫群岛的 传统文化及故事 很明显 这是一个以当地艺术和马代热情套客 为核心理念的独家村 在这里 你应该能获得完全不同的马代独家体验 在马代的习惯等级化费上 奥家艺术独家村属于五星豪华导影 我们先来看看它的地理位置 该酒店位于交通便利的北马内环郊 距离马内维拉纳国际机场 仅48公里 45分钟快艇即可到达 非常方便 我们放大来看 不仔细看还真不容易找到 它藏在一块西湖区域的边缘处 再放大 这光秃秃的造型很明显是一个人工岛屿 由于最外侧离海沟很近 为了防止沙子的流失 酒店在这一侧也修建了一排防浪堤 左边的海沟处看起来还是有一些天然珊瑚礁的 西湖面积就比较一般了 这样的自然环境在我这里分数肯定不会高 你们觉得呢 关于酒店的总体概况 我们还是通过最新的视频 边看边了解 奥家艺术独家村于2022年12月1日正式开业 该独家村的灵感来自马尔德夫最好的历史 艺术 文化和遗产 岛上的员工艺术家们会为每一位游客敞开心扉 展示当地传统的热情带可知道 奥家村总共仅建造有50间沙滩别墅 和10间带滑梯的水上别墅 本土艺术家们在此的创作灵感不会受到任何限制 房间充斥着各类精美的绘画 艺术工艺品以及摄影作品 除此之外 这还是一个优质的一架全包海岛天堂 四个餐饮场所提供各种当地和国际美食选择 在这个艺术小岛没有一天会是无趣的 除享受马带基础的休闲度假 以及水上活动外 排天你还可以参与到各类艺术创作中 复古的绘画和音乐应该会是你喜欢的 到了晚上 来自全世界的艺术家和游客们 在炫酷的灯光和音乐下 释放激情排解压力 得到前所未有的放松 欢迎回来 从视频中看到的或许还只是一个普通的马带小岛 没关系咱们继续往下看 来到住宿部分 这个小岛的工具是真的延误的厉害 总共就四种房型 其中两种至今还未完工 有意思的是 岛上的别墅灵感 均来自于马尔来夫历史上最受欢迎的民间故事 我们还是先看简介图 虽然数据上有所缺失 但还是可以看到 澳家的房间面积失踪 标配私人泳池 部分房型允许入住小朋友 总的来讲 像这种只有60间房的小岛 房型非常简单 仅有三种沙滩别墅和一种水上别墅 目前我们只能了解到可以对外销售的两种房型 而基础的画廊沙滩别墅就已经很有特色了 我们先看类似 是不是一股隆隆的复古风 套雷面积虽然不大 但在细节的处理上算是非常用心的 艺术氛围感十足 这还没完 室外的设计才是马带独一份 15栋画廊别墅的私人泳池并不是独立的 像一条懒人河一样 他们会蜿蜒的汇聚到一起 并通往梭笔吧 是不是很有创业呢 我们继续 另一根房型叫哈瑞格沙滩泳池别墅 很明显的看到相较于上一种房型的复古金属风 这里就显得清新靓丽多了 丰富的色彩搭配是其主要元素 20栋别墅位于防浪地较少的西湖日侧 门前的绿营小道也保证了不错的私密性 这挑高的层高 娱乐性十足的跳水池 应该会是家庭游客的最爱 其余两种房型目前只有这两张手绘图 从这传统的私人泳池 以及蜿蜒彩色的滑滑梯 你也只能粗略地解读到一些信息 等后面有了准确的数据后 再更新到小程序里吧 可以确定的是该岛的四种房型 不会有大家熟悉的那种套娃设计 各自都会有其主要的核心元素 多元化的风格也能满足各类游客的需求 这点很棒 毕竟这都是当地艺术家们的杰作 设计费码肯定会比那些大集团优惠多了 我们再来看看餐饮部分 这毕竟是一个一架全包的 全包内容自然会是重点 老规矩 我依然会把所含的内容放在这里 画个重点 餐饮部分包含的是自助主餐厅的三餐 用餐时以及煮酒吧的饮料酒水 无限量供应 迷你吧 每天补充一次 活动方面除众多免费体验活动外 还有赠送三次出汗 诚意还是给出了的 你每天都可以安排的很满很充实 我们再来看看简介图 一间主餐厅 一间特色餐厅 两间酒吧 对于60间房的小岛而言 还是足够了 主餐厅卡卡达 是一家全天营业的餐厅 除提供精致的本地和国际美食外 各类壁画灯饰等 也对你的用餐体验 起到了色彩点缀的作用 开放时厨房的大厨们 也会热情的和你互动 氛围集合 另一家特色餐厅 萨玛萨 则主要提供极具创新的国际美食 或许每道菜 都会有一个浪漫的传说或故事 198Rabba拥有 马尔德夫最大的手绘壁画公共泳池 均由当地艺术家或居民创作而成 很明显 艺术氛围遍布这里的每一个角落 酥皮巴是你一定要来的地方 这里有醉人的戏壶美景 古典的点唱机 舒缓的轻音乐等 你可以约上几个新老朋友来到此处 平常来自世界各地的 手工啤酒和杜送子酒 绝对是你下午休闲放松的最佳场所 除了以上这些餐饮场所 全包套餐内还有一些餐饮学习体验 包括和大厨们学习一道菜 鸡尾酒学徒等等 玩法多样且有趣 从之受限于酒店规模 这个小岛在餐厅的选择上确实不多 而品种口味品质如何 我们只能等后面的客人体验后再来评判 科研部分 Hobby Spa是他们自己的健康品牌 使用的都是当地的手工精油 它继承了马代世事相传的疗愈传统 并对其进行了重新设计 以满足现代的水疗体验 不仅如此 这里还可以根据你的喜好定制 唤醒你的感官 并让你爱上马尔代夫的图人 在岛屿的活动方面 除免费的浮潜装备 常规的飞机洞水上项目外 还有赠送三次出海迅游 可谓诚意满满 蜜月的话有蛋糕房间布置以及一次浪漫的烛光晚餐 比较好奇的是他们又会有哪些艺术创意呢 想想还是蛮有趣的 最后我们来到活动价格环节 一般新岛吧总得有点凯野促销什么的 我们来看看小厨艺上面给出的参考价格 四碗画廊 泳池别墅 一架全包 快艇往返 两成的费用 今年单击在二万七左右 不过这个价格大家看看就好 没有什么参考价值 等水屋修好后应该会有一个正常的促销价格出来 那个时候应该才会有第一批愿意吃螃蟹的人 提案是好是坏呢 咱们就拭目以待咯 总之欧加这个艺术小岛 虽说从自然环节上来讲的确比较一般 人工新岛稀疏的植被是逃避不了的事实 但是呢 它又是一个极具特色的度假村 这里不仅有马带绝美的自然风光 还有难得一见的人文艺术氛围 对于喜欢创作艺术音乐的游客而言 吸引力肯定是巨大的 所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嘛 我也一直在讲 马带绝岛没有最好 只有最适合 对于新岛 我依然会建议大家再等等 最少得让它把房间都绣好吧 等有了更多的资料和游客实际反馈后 我们才能更加全面的了解到 这个岛屿的真实情况 今天的内容就告一段了咯 希望你们喜欢 还有几个新岛也筹备的差不多了 那我们在下一期的新岛书题再见咯 拜拜